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抖动的情感 对不对 所以它不是冷冰冰的影像 它是能够勾起我们的情绪的一只眼睛 就好像我们看着情人的眼睛 情人眼里出西施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有那个抖动的感觉 那我们看蒙娜丽莎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多的话 唯独蒙娜丽莎的微笑她那么受到推崇呢 我们那边有那个画廊的仙境 只是在这边 我听说是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实际去看过 就她的眼睛会勾人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从过去我们往回推几百万年 当然我们不是这个智人的祖先到爬虫类这些 都是什么 眼见为凭的 你看到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的 没看到的东西 或是你想尽办法看不到的东西大概就是没有 但是呢 刚刚这一小段我们就看到了 就是即使你看到了 它可能是假的 好 那我是中欧08集 就是2008年入学 2001年毕业 那这个是我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旅程 它改变了我的生命 就是改变了我看世界的格局 跟交了很多我没有想到可以交到的好朋友 好 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 好 那我刚才开头说 其实全世界我们自己认为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影像 为什么 因为人类没有办法改变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大脑皮质里面处理的这个讯号 百分之五十的大脑皮质是用来处理影像讯号的 至少百分之五十 可能还更高 好 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件事情 除非我们的生命到另外一个层次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AI 它一定得先是数位影像才能够有AI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大自然的那就是现实了 手工 比如说我们画画 帮红纳丽莎的微笑 它背后的背景什么的 我们可以模拟超现实 因为它后面并没有那些真实存在的东西 是想象出来的 好 那数位影像呢 它直接就可以超现实 像刚刚那只眼睛 它就是一个serrealism的东西 那它直接诉求是 它就可以跳过这个宇宙本来的存在 直接去创造一个宇宙 好 那最右边这三格呢 是我们讲的就是沉浸感 大自然我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只是你从来没有觉得沉浸感有什么问题 它一定是有沉浸感 好 那手工的影像呢 有很多是你沉浸感 就是让你感觉你身在一个虚幻的宇宙里面 如梦似幻 那里面讲的东西你都会觉得是真的 好 那数位现在我们有这个VR有各种的投影 我们就可以做直接去诉求 像大自然这样的沉浸感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手工影像的时代是怎么样 在过去人类还不是大面积的世质之前呢 有很多的艺术家他甚至没有办法用绘画来传递他要说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 庄子的递遥有两千多年前他说的什么 我��다多 are people he mortar 致名有愚他莫名又有鱼 nämlich 其名为坤 坤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 华儿为鸟 其名为鹏 鹏之大 夫只睽其几千里也 鹳而飞 其意若垂天之云 大家觉得他说的是画面还是文字 画面 这就是动画的剧本 对不对 而且这不用动画是拍不出来的 但那个时代有没有办法这么做 没有办法 所以他只能用文字写 那文字写怎么办呢 我们就只能所谓脑补 我不确定在台湾我们有没有用这个词汇 就是用 啊 有对不对 就是你要去脑补啊 去用文字去想象他要什么的东西 那他要表达的东西 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就投影出来了 所以呢 那个时代的投影装置 那个时代的电视荧幕 就是我们的脑 好 还没完 那彭之许于南明野 水积三千里 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这个气势很棒对不对 这是什么 特效片的情节 是吧 好 在后来能够开始有一些的影像制作技术之后 我们就有人工影像 比如说这些 这些是现实影像还是超现实影像 对他主题是超现实的对不对 但是他只能用那个时代的技术来呈现这样的东西 我们看范蒂军西斯丁教堂 他就是这样 大家觉得他是不是要创造一个有沉浸感的视觉宇宙 对 好 那我们小时候在庙里面看也会有啊 什么宗教结义啊 什么像这些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那不光是基督教文明 我们看那个佛教文明 这个是东黄石窟 有没有人去过东黄石窟 有 真美 而且你进去 你没有办法去表达那种沉浸式的感受 从你的体温 从那个空气的味道 然后他上面画的层次 他用的颜色 他的时代感 一切就让你觉得这个佛的世界 他就在我身边 我更正 是我就在佛的世界里 好 那我们来看其他的宗教 这个是在伊朗 大家想象你穿过那个走啦 他不管告诉你什么 你都会觉得 你们所说的世界都是美好的 好 埃及 对 所以不同的文化 我们都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那一直到现代 我们就有人 后面有那个电影制作协会的会长 吴公先生跟秘书长 佛丽华小姐呢 都在后面 就给我们指导 那他们以前帮那个李安 做过他电影的计划 这个时代的创造力 他能够有新的技术来表达 大家看 那后面是不是昆 昆 就是金鱼嘛 对不对 那只差没有飞起来 好 然后呢 这个老虎好像 这部片大家看过吗 看过对不对 那个老虎 你知道他是真的假的吗 真的 有一只真的 但是大部分镜头是假老虎 好 所以我们看这个 这个老虎是 是这样子做出来 好 OK 那所以人类存在空间的演进 在我们这个时代 起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从自然界 慢慢到室内 前几天有一支 那个网络的影片 还传得蛮多人看的 叫做什么 室内世代 就是从我们出生到死亡 90%的时间 可能都在室内 房间里 所以我们已经不再住在 自然界里面了 这个在我们 可能十个世代之前的祖先 他们会觉得这是 ridiculous 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很自然 对 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 我等下后面讲的一些 未来我们存在的 这个数位空间里面 大家觉得很ridiculous 不会 因为我们的祖先 已经这样子走过来 好 所以我们会从室内 再走到虚拟世界去 现在我们进到虚拟世界的 这个影像呢 是由这些东西传达的 那这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那接下来 沉浸式的影像世界 是这些东西传达 那大家想说 都带着这个东西 我怎么可能整天带着 没错啊 但这些东西 不是让你整天带着的 而是 让你能够有 沉浸式体验的投影装置 它会把我们的公共空间 一直到你家的 像这是公共空间 对不对 餐厅 到你家的房间 都会重新塑造成是虚拟的空间 这个是我们这个世代 都会看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即将从自然界 搬到室内 室内再搬到虚拟空间去 那这是我们会面对的东西 一直到车之后 无人车之后 那我们在车上干嘛呢 所以车子里面的这个沉浸式体验 现在也是很多的车厂 现在都在努力研究的事情 那这是我的归纳 我们姑且从荧幕大小 最上面是无限大 沉浸式的影像环境 它就是无限大的荧幕 那一直到我们手机是 五寸六寸对不对 那你家的电视可能是 六十五寸在座可能有人买到一百二十寸 那这个是这样 那右边这个向线呢 是它上面的像素 像素就讲到你里面设计的细节 那我们的这个爷爷奶奶那一辈 他们的一辈子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人造的影像里面生活 我们父母这一辈本来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 现在都被我们带坏了 所以都开始看手机 对不对 都在滑手机 以前我很可怜 我在家里滑手机 大家都骂我 说怎么有人每天拿着手机 还看着还会笑 有时候还会皱眉头 有时候还干嘛 电话干嘛这样子用 但现在是全民运动 那我们这一代大概是 可能是百分之二十的时间 是在这些虚拟影像上 我们儿子女儿这一辈 到孙子这一辈 就可能是这么多 这个是我所谓的 我们就是人类即将搬到 虚拟空间里面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